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生对少岳政府零用钱援助计划表示欢迎 欢迎加入11月22号星期五的乌凯与新闻你好我小芬 市屋的沙科技大学也就是UTS即将在12月14号举办第九届的毕业典礼 那一共有351名的毕业生来参加 校长拿督凯鲁丁教授表示 今年的毕业典礼将有两名哲学系博士生 33名硕士生和316名学士学位的毕业生 领取他们的毕业诊书 他周四在沙元首府邀请沙元首 元首后出席毕业典礼之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提到说他们也将举办一项仪式 任命沙元首为沙老岳科技大学的荣誉校长 那这个任命将从6月12号开始生效 为期五年 另一方面沙总理的 今天在古副大厦办事处 接见八共信托基金董事会的成员 这个代表团是由沙老岳公用事业及通讯部副部长 拿督李旺拉刚所率领的 他也提到说1997年成立的基金会 至今已经有27个年头 但现在只获得1000万令吉的资金 而且在逐步的减少 那这一笔用于一次性向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基金 只能够再维持多7年 因为资金只剩下600万令吉 其中的400万令吉作为资产 而200万令吉则作为财务的形式 为我们见到 WAB Premier 为能够取得知识他 所以我们有请 我们有写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同时也是布拉加立法议员的李旺拉刚就表示说 他们已经为巴共级母鲁居民各自申请100万令吉的资金作为常年拨款 那这笔资金不仅用在学生的身上 也作为两个地区居民的救助金等等 小早前土著房地产信托AHB 已经移交了总值10万令吉的伊斯兰逸捐 作为2023年商业逸捐的份额 那这个土著房地产信托是由集团董事经理 莫哈莫丹沙来作为代表 将一捐移交给少奥月基金局 由少奥月伊斯兰理事会主席米斯努来带领 接下来要来分享一子好消息 少奥月获选为2026年第15届世界设计与健康大会东道主 这也是大会第一次选择在婆罗洲来举办 而马来西亚少奥月大学将担当这次大会的主办机构 副总理拿多阿玛省贵仙医生就强调 设计在卫生领域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精心设计的空间工具还有环境 对于身心灵健康非常重要 这次大会的重点也放在分享医院的设计里面 尤其是如何创造让病患感到轻松 有活力和健康的空间 而不是被局限在一个沉闷无菌的建筑物当中 他今天在国境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 世界设计与健康大会也符合少奥月持续推进健康岛上的努力 促进可持续环境和经济发展之余 也契合古境被认可为乐龄友好型城市和社区的一个承诺 那这次大会的主题呢 是定调在塑造未来健康社会 为健康生活方式公平和永续而设计 主张通过促进健康的设计来提升生活质量 尤其是提高整体的卫生环境 那大会呢 预计将吸引很多的研究人员 卫生专才 城市规划师 建筑师 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来共同讨论和探索创造 更宜居永续和公平空间的创新理念 类似的活动呢 也将在2025年10月29号到11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 主题是由于全国的企业的企业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企业的企业 因为我们的企业 企业企业的企业 我们也想成为 与企业的企业 那里是 企业的企业 与企业的企业 企业 因为我们想成为 沙拉越代表队将确保在2026年 在霹雳州执行的第十届大马各州秘书署运动会上 重振旗鼓 沙富政府秘书拿督巴克兰邦吉就表示说 他们将进行全面的评估 以分析沙拉越代表队 在2024年大马各州秘书署运动会上的表现 他也借此来赞扬代表队 尽管在今年排名第四 但依旧是拿出了出色的表现 所以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 我们已经知道 在沙拉越代表我们赢得出色 在沙拉越代表我们赢得出色 所以 我认为明天会有没有做的 我认为你能够做得好 你能够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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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是个结果 他周四在2024年大马各州秘书署运动会的感恩宴上 对所有的选手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和纪律表示赞赏 根据记录 2024年大马各州秘书署运动会全场总冠军 由登加楼代表队摘下 而沙巴和霹雳则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 作为沙巴和霹雅政府支持本地人力资本发展的举措 257名来自班达达麦选区的高等教育学府大学生 获得了教育的奖励 沙阿公用事业级通讯部副部长 拿督阿督拉曼朱乃迪医生就表示说 这个计划是沙巴和霹雅政府的一项持续的举措 希望借此来帮助年轻一代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当中 Yang kedua adalah kerana usaha kita selama itu menumpu perhatian kita kepada pembangunan pendidikan di kawasan kita Saya rasa menitunging-werepe 27 tahun lepas 27 tahun lepas masa saya mempengusikan Biro Pendidikan di kawasan kita itu saya pun mpengusik kita telah membuat satu bentuk gerakan secara besar-besaran yang tersebut 要itu kita nak ajarkan masyarakat di kawasan kita supaya menumpukan satu perkara bersama-sama apa yang kita sebut pada waktu pada tahun 1997 kita berusaha untuk mestikan bahawa kita dapat memberi gelakan kepada anak-anak kita yang diada di sekolah dan kita beri semangat supaya kita dapat sesekuang-kuangnya satu keluarga kita kita beri gelakan kita dapat beri gelakan kita dapat beri gelakan semua orang dia beri gelakan 他周四 在沙部长夫人协会大厦 执行的 Bandai Damai選区 奖励 颁发典礼上 至此的时候 就表示说 希望奖励措施 能够为大学生们 来打气 让他们继续 在学习当中 取得优异的成绩 在马来西亚 高等教育机构 底下的 少岳学子们 也受邀来申请 沙总理 Abanjo Hari 所宣布的 零用钱援助计划 那这项援助的 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了减轻 学生们的经济负担 沙先进技术 国际大学学院 也就是iCATS的学生 德尔尼斯 就对这一项援助计划 表达感谢和开心 因为这可以帮助 减轻学生们 所面临到的经济压力 特别是那些远离家人 面临高昂生活成本的学生 那他也不忘 感谢少岳政府 提供免费的笔记本电脑 以进一步减轻父母的负担 而另外一位同学 他也展现了他对这一项 举措的兴奋之情 对他来说 这种经济援助 能够让学生更多的学子们 有机会继续升学 否则可能会因为缺钱 而让学习受阻 礼拜三 60名来自沙拉大和iCATS的学子们 前往这个少岳月议会大厦 来进行考察 他们也借这个机会 见证了总理 在第19届少岳月议会 会议的最后一天 进行部门事务总结 今天新闻最后 为你送上昨天晚上 2024年大马各州秘书署 运动会代表队的感恩宴现场画面 感谢收看 也欢迎浏览 UKAS所有的社群媒体平台 也同时 请你时刻关注 UKAS的官方网站 UKAS.SRAWAT.GOF.MI 和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以获取更详尽的新闻资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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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